五七神龍市 台灣新聞名還另外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胡宗信 我們今年1月是桃園行銷月 過了2月以後 在開春以後 我們還有其他的縣市政務會加入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特有的風格 就是能夠整個月集中 像我們介紹桃園市 未來還有其他縣市會加入 能夠把縣市的特色 把它集中發揮出來 當然我們還是歡迎很多榮會 很多青榮參加 今天還是兩位貴賓 第一位是桃園市陽梅區農會總幹事 周中維 中維兄歡迎 主持人胡大哥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經營事業有成的 大山源休閒農業區理事長 鄧敦仁 敦仁兄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感謝兩位 我們今天特別要介紹 陽梅的休閒農業區 來 我們這個節目主題 奉獻台灣農業 輔助農民弱勢團體 提西拉拔後見 今天我們就要希望透過 休閒農業區來推動身心靈健康 依據統計台灣有25%的人 這專業研究院統計的 他不是得到憂慮就是焦慮 就是對過去事情或對未來 有焦慮又憂鬱 而且安眠藥的問題非常嚴重 怎麼辦 除了看醫生以外 我推薦你推動身心靈健康 重視公民等文教育 所以我們今天希望好好來介紹 陽梅區的休閒農業 他已經成為一個典範 我就先請總幹事來談 為什麼陽梅區的休閒農業 而且這個仙草花節 成為一個最有時尚的節慶 來 師傅請介紹 請 好的 那麼我們桃園市總共 耕地面積有48000公頃 是宜蘭縣還有新竹縣 兩個縣市的總和 但是在過去幾年 我們桃園市的休閒農業區 是掛林 在我們鄭文燦接任市長以後 他就許下一個目標 希望在他的任內 能夠開發出10個休閒農業區 100家的休閒農場 我們目前已經是幾乎達標了 目前我們桃園 經過農委會核定過的休閒農業區 總共有9個 我們陽梅休閒農業區 是排第六順位 實際上我們陽梅目前 還有一個秀財休閒農業區 也正在積極爭取當中 希望今年度能夠劃設通過 另外還有一個新屋的海洋 客家休閒農業區 那是全國獨一無二的 唯一的海洋客家休閒農業區 休閒農業區如果劃設通過 成立了以後 可以在這個區域範圍內 這個蓋合法的民宿 開合法的餐廳 而且如果營運計畫提得好的話 還可以得到市政府 一些經費上的益助 所以我想這個整個對在地的 居民住戶來說 都算是一大福音 那也可以利用休閒農業區 這個場域去做一些農事小體驗 或者做一些農事的一些食農教育 或者是從事一些農作物的推廣等等 我想這可以吸引全台灣 來自各地的一些觀光客 尤其現在在疫情期間不能夠出國 能夠留在台灣到處觀光旅 是一件幸福的事 那為什麼我們的仙草花 能夠推展得那麼樣的順暢 實際上應該要回溯到107年3月11號 那個時候市政府農業局委託我們 在楊梅區農會承辦一場 這個植樹節的活動 3月11號 那時候市長在台上 對著台下3000多個市民好朋友說 觀音有蓮花 大溪有茶花 蘆竹有野百合 大園有海域 然後龍潭有魯冰花 那楊梅到底有什麼花 那時候站在台上第一個反應 腦袋瓜閃過的就是仙草花 問題是在那個時候 99%人沒有看過什麼叫做仙草花 因為仙草開花是在每年的11月到12月之間 傳統的仙草在中秋節 大概9月底以前就採收完畢 完全看不到花 所以因為自己帶頭在家裡有栽種仙草 所以我知道仙草花的美麗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跟我 大三元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也是這個里長 鄧登人里長 就跟他商量討論 然後他就提供他家裡自家的住的農地 1.5公頃 讓我們來試作栽種 在107年我們就栽種了1.5公頃的仙草花 而且完全由我們農會下去種植 田間管理 一直到賞花 結果那一年短短的9天 來了486,100位的遊客 於是我們的市長認為說 仙草花非常有特色 所以就只是農業主義把它定調為 桃園仙草花節 也就在108年辦第一屆正式的 桃園仙草花節 16天的展期來了將近86萬人 去年109年我們辦第二屆桃園仙草花節 也在16天 而且10天下雨的狀況 來了100萬5,011人 所以這個仙草花已經可以媲美 法國的普羅旺斯 還有日本北海道的薰衣草 整片5.8公頃粉紫色的仙草花 讓人踏入其中深深的感覺到 好像來到國外一樣 所以我們今年主打叫做 時尚農業之美 中衛總幹事所說的完全合乎 這個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說一句話 觀念的君主就是未來君主 當你有一個觀念產生的時候 一剎那之間仙草花節 這個薰衣草結 紫草花 馬上顯示它的行動力 我們在高中都第一次讀論語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我讀到孔子說 吾不如老朴 吾不如老榮 換作白話說 我不如種菜的 不如種花的 我不如老榮夫 那個時代最有學問的孔夫子 為什麼說不如老榮夫呢 為什麼不如種菜 種花的呢 直到我多年後 研究這個法國大革命前 歐洲啟蒙運動 像福爾泰 傑伯遜 盧梭 他們說什麼叫幸福 幸福就是退休的時候 在你家後院可以種蔬菜 種水果 種花 種仙草 原來如此 東西洋的思想哲學是一樣的 也就是回歸身心靈的健康 跟這個休閒農業 孔子就是 孔子應該是人類歷史上 第一個推動休閒農業的人 所以吾不如老朴 吾不如老榮 好 大山原休閒農業區的 理事長鄧敦人生 他有他的實踐經驗 先把自己土地獻出來 然後實驗成功了 來 這構想怎麼形成的 然後化為實際的 來 理事長 主持人好 我想在我們在 過去其實在我們公所時代 還沒升格以前 就很多人在投入這個 所謂休閒農場或休閒農業區 這樣子的推動工作 但是實際上因為 這個困難比較多了 那在我們鄭文燦市長上任以後 因為他有推動 剛剛我們總幹事說的 推動10個休閒農業區的構想 所以我們在揚梅就趁勢 就把這個休閒農業區來推動 那當然這是受到我們 桃園市農業局的輔導 以及我們揚梅區農會的輔導 那所以很不容易的 我們在108年6月12號 就通過我們揚梅休閒農業區 這樣劃設成功 那我們主要因為剛剛總幹事提很多 我們桃園2號的這個仙草作物 因為它具有非常強大的 這個潛力的一個作物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系列的產品 所以因此我們除了靠這樣 農作物的生產的以外 我們而且我們把這一個所謂的 這個農作農事體驗的這一個部分 帶入到我們這個休區裡面 那所以這一個是我們現在現代人 很需要的一個休閒的 一個體驗的一個活動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這一個大三園 其實大三園就是跟我們這一個三園宮 我們三園宮 我們三胡三園宮 其實楊梅有兩個三園宮 一個是投崇西三園宮 我們這邊叫做三胡三園宮 因為三園宮信奉的就是天地水 三觀大地 跟我們的天地人三園 這個是結合為一體的 所以我們就取名為大三園 那當然跟我們的農 漁 木 也是一個大三園的結合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當時候 成立這樣子的一個構想 好 請大家看 這個農委會農糧署署長 胡宗益署長 他特別來行銷這個 初級的加工品 因為很多的產品 你未必在超時來買到 但是在休閒農業區 你看這個胡宗益署長在率先 以身作則 就像你看看這個楊梅 這個休閒農業區 大三園農業區有那麼多的產品 也是利用這個機會 除了休閒農業以外 我們知道其實家庭主戶 你對下一代最關心是食品安全 我想我們都可以保證 台灣的農會 就是食安的第一道螃蟹 把關者 非常清楚 你看這個不管是仙草 或者是他們所做的仙草茶 仙草茶就像大安的灰天豬一樣 你看這個毫無疑問的 大家對灰天豬 標準台灣豬都有信心 來 我是不是繼續請教理事 那麼你們所經營的這個休閒農業區 大三園休閒農業區 後來哪些特色 這個特色跟其他休閒農業區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你用這個機會行銷好嗎 我鼓勵大家春節期間 到大三園休閒農業區的旅遊 能購買你們的農特產品 好 我想我們揚美休閒農業區裡面 其實剛剛我們總幹事提到了 我們農作其實是稻米的這個部分 其實本來是占大多數的 那像我們有乳牛的這個畜牧 還有有機的蔬果 還有我們園藝的作物 還有我們錦鯉的養殖 這些都是非常成熟的一個農產農業 那我們也已經做到了加工 所以剛剛我們講春青 他們就有仙草的基本的加工 乳製品的加工 以及我們客家米食的加工等等 那我們進而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農事的體驗 直接到我們農地農場上去採摘蔬果 還有農事的教育 還有牧場上的體驗 有休閒的漁殖等等的這些休閒活動 那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們有很大面積的有機種植的蔬菜 所以因為有機 所以沒有農藥的作物 那產生的這些生態 就是另外一個附加 我們可以去做這些生態導覽的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整個陽湖路上面 我們的有畜牧的有藥灰牧場 有機蔬菜的有我們台塑 剛剛提到的育苗的紫層的農場 以及老牛的園藝 還有柏園 這個也是增薄的繁殖場 以及我們榮園魚池 那明有路上面有我們肥嘟嘟的多肉植物 這是貴婦談的這個 剛剛有提到憂鬱 這個是很好的去處 那另外我們有印象農場 大家的烤窑 控寒吉 那我們的共享農場 還有雅殖的有機蔬菜 實在農場 光輪殘垣等等 那我們好吃的地方也有 像我們磚窑魚池 傑士寶農莊 田園小吃等等 那包括我們的活動 有露營 剛剛講的控窑 還有獨角仙生態導覽 包括插秧的體驗 割刀的體驗 拔蘿蔔的體驗等等 那另外我們稻草稻米很多 那我們也有做稻草的這一個DIY 那目前我們有規劃的 這一個一日遊的行程 那像我們有規劃比較適合老人家的 像園藝這些等等 那也適合親子的 像獨角仙 畜牧 餵牛 那適合貴婦團的 就是像我們的 多若 道肥嘟嘟等等 這個就是我們整體的一個規劃 謝謝李市長 我想任何的休閒農業區都要不斷的提升 不斷的吸引大家去 我還是要請教李市長 你們未來規劃 怎麼把這個休閒農業區 大三元休閒農業區把它提升 然後能夠吸引全台灣的民眾 尤其是今年過年 因為不能出國旅遊 勢必有很多國內的旅遊行程 來 請你特色 你們怎麼規劃 未來更大 更擴大規模的計畫是什麼 好 那我想目前我們所做的這一個 除了我們粉絲業的這個 還有我們有專屬自己的一個網頁 那另外我們農業局 就是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也幫我們做有網頁 那我們會在不定期 或者是定期 像定期的話 就是像我們的花彩節 仙草花節 這是定期的 那像鐵道藝術節 社照博覽會等等 那還有我們三元宮的 這個三屆爺的這個生成 就是它誕成的時候 我們會舉辦一些 像我們水關生日的時候 會做水鎮巡禮等等 那目前我們有像台塑農場 這個因為它的面積很寬 它做有機的面積 大概有接近40公頃 所以它旁邊的植物的生態導覽 還有生物的生態導覽 這個是我們目前正在 那各農場的這些導覽 也是我們正在就積極的 就是讓像剛剛我們村青指稱農場 我們也是盡量的讓它導入到 除了它自己的生產以外 也導入它的過程的導覽 那另外我想我們雖然 起步是比別人晚 那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因為我們晚 但是我們要跳出這個框框 就像我們這個農會的這個產品一樣 我們要走比較年輕人 現在時下比較 就是說它是素食的觀念 馬上可以得到的觀念 所以我們提供他們就是各種各樣的 像到我們農場來體驗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把它基本的都幫他們服務到好 然後他來的時候 他只要帶著小朋友來 或者是說朋友一起來聚會 馬上就可以得到 他做完成他想要做 過去沒有辦法體會的事情這樣子 鄭文燦市長在今年初的第一獎裡面 也特別介紹這個桃園市的 十大休閒農業區 我們今天也特別先介紹 大三園休閒農業區 我再請教周總幹事 等於是你跟李敦仁總幹事 一起合作的結果 我們就以這個仙草花節做例子 你剛剛提到 它已經可以避免法國的普羅旺勢 跟日本的北海道 那個非常優美的這個紫蘭 那個興義草田 來 談一談 你們怎麼規劃 讓仙草花節變成全國全台灣 而且不只是桃園的盛市而已 你的計畫是什麼 好的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 雙手難抵四拳 一根筷子夾菜不起 兩根筷子三餐如意 六根筷子折它不斷 整把筷子可撐磐石 團結力量大 確實 因為我們發現這個好的品種 然後開的花也非常漂亮了以後 我們非常大膽的來跟市政府來建議 希望能夠把仙草花納入 作為我們的陽梅區的代表的花會 區公所也非常的大力的協助 在仙草花節的過程當中 也辦了所謂的仙草千人宴 一百桌八道菜 通通用仙草的原料入菜料理 那麼加上因為我們有好的品種 包括這個桃園改良廠研發的品種 以及後端產業改良廠 它所研發的一個技術 所以把這整個技術通通整合以後 才能夠開發出我們那麼多樣化的商品 這結合了學術單位 官方單位 還有一些廠商等等 真的是一個典型的產官學合作的 一個優良的典範 當然當初我們在規劃這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那麼樣的 想到說會造成如此的轟動 我們只是一步一腳印 腳踏實地的試做看看 沒想到竟然讓我們闖出名堂來 這印證了一句話 天底下無難市 有志者市進城 我相信農業如此 其他行業亦副如此 農業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 而且非常的吸引人 只要你能夠投入 然後發揮一點巧思的話 我相信會創造出 非常時尚精緻的農業 而不是傳統那種讓人家覺得 這個沒有什麼進步的感覺 我相信只要努力的話 我們可以達到這個方向 我們這個行務的主要目的就是 尊重 理解 接受 欣賞 提升台灣農民的地位 讓大家了解台灣農業要農業復興 最後我們是不是請這個 敦仁理事長來邀請大家 你看這個推動身心靈健康 到大三元休閒農業區 來做春節的旅遊 來 請你做結論 邀請大家 請 好的 那非常感謝主持人 那我想因為我們的這個農事體驗 這一個部分 其實這個是我們 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說 這一個客人他來了以後 他可以再來 所以這個農事的體驗 我們有的體驗 他是可以從種植的時候就開始 然後讓你生長的過程 等到採收的過程的時候 你再回頭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可以讓你一個人 來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他有成就感 他不是單餐來吃這個東西 或者來用這個東西 來玩這個東西而已 而且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成就感 所以那 而且我們的陽美這個地區 非常特別 我們有四個火車站 台31線通過我們這邊 所以不管你是走國一的高速公路 還是走台31 還是坐火車來 到我們休閒農業區 都非常方便 非常便利 感謝中委總幹事 敦仁理事長以及前一講的 我們的春青兄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努力 致力奉獻台灣農業 謝謝你們 也祝大家一祝新年快樂 謝謝 你們